警察抓嫌犯開車直追 前方白色轎車逆向倒退 但後方也有警車包夾 明明知道逃不掉 駕駛還想掙扎 踩油門 衝撞警車 你車上還有嗎 我沒有 我就真的去拿自己吃的 而且沒那麼差啦 真的啦 駕駛從車上被拉下來 坐在地上還不停狡辯 他在微信販售優質韓國素生酵素 其實是毒咖啡包 而且被抓不是第一次 你怎麼變成 文仁敏啊 你們這些 文仁敏喔 對啊 文仁敏快要第三次了 文仁嫌犯一錯再錯 繼續販毒 警方在網路上夾扮埋 家約面交人葬病貨 過程中犯嫌企圖逃逸 並衝撞警車 最終被警方包夾 並破窗後拉出壓制 台中警方犯案 除了毒還有槍 跌倒 跌倒 用手臂 學姓通緝犯被警方控制行動 因為車上火力驚人 搜出一把衝鋒槍 跟泰國皇家軍隊使用的是同款 學姓通緝犯在台中 以及彰化帶四處流竄 並在流竄期間 從販賣毒品 一二級來籌措逃亡期間的經濟費用 警方大動作跟解埋伏 是因為學姓嫌犯有多次拒捕衝撞記錄 還曾經對方犯話 遇到警察拼就對了 這下狼狽落網 還涉嫌販毒 免不了牢獄之災 記者盧俊傑 李雲杰 台中報導 我是劉柳嘉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階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